歡迎大家來到逢星期五晚八點半直播的 港曼咬借邦 收聽方法大家正在做 在Youtube就聽到我們的節目 錯過了我們Youtube直播的話 Youtube重溫是其中一個方法 但我們當然更加希望你可以加入我們的Patreon 去支持我們的營運 我們上高也有所有的節目給大家去收聽 亦都有一些Patreon才限定的節目 很多時候那些節目是比起我們正規的節目 常規的節目更加長 亦都有一些日常的post出來跟大家說 因為我記得大家姐那張炮頭照片好像沒有出現在Facebook 沒有應該 那張照片好像是Patreon限定的 所以想知道為什麼大家姐會找到炮頭 你沒有入到Patreon就真的完全不知道什麼事 這些就是引你進去吧 希望能夠引到 現在聽到那些有沒有人是未入Patreon的 如果未入真的要加入 要不是多錢幾十元 買兩本港曼的錢 就可以聽到這麼多東西 大哥現在原本真的多了節目 他的節目原本 開頭說錄半個小時 次次變了一個多小時兩個小時 變大了 之前說半個小時 之前說十幾分鐘而已 很瘋的 一開麥克風就像大家不想停 錄到幾點兩點 感覺你沒有份 是啊 是啊 因為大家錄的時候是不需要怕沒有車回家 是真的好一點 你看我們錄其中一個叫做 十方姐 十方姐 十一點多開始錄夜版 可能要錄半個小時 至少一個小時就收檔 可以錄到成為現在一點鐘 敢死 還要是沒有人停的話 是不會完的 所以你們看這幫主持人 是神經病的 其中一位是聽眾 不過你好像一直都有聽開動費 我記得 好了 不說無謂的事了 不說無謂的事了 我想說多一個無謂的事了 你想說無謂的事了 我想說近來的笑話 雖然這大半年疫情 大家都很辛苦 沒有交換 然後很多事情都無法做 你不覺得這大半年多了很多笑話聽的嗎 主要笑話來源都是來自政府嘛 他們政策很好笑的 那些人又出新招 然後未來就會開泳池 好像今天開了 泳池的開完之後 是真心好像平日看漫畫般笑出來的 你先說吧 我覺得泳池那個已經不是最好笑了 泳池那個是什麼呢 就是他正在開泳池 但是勸喻大家雖然開泳池可以開放 但是他都覺得大家無時不要在泳池的範圍裡面都要戴著口罩 除了有五個情況之下可以豁免不用戴口罩 有五個情況之下就不用戴口罩 第一就是你游水的時候 第二就是你由第一個泳池去另一個泳池的時候 第三就是你去跟衣室的路程中間 還有兩個我已經忘記了 過過池 熱身的時候要和人保持1.5米距離 那個時候熱身的時候都可以戴口罩 這個當然了 有些人就在那裡問 入得泳池早就不戴口罩 如果你限制過某些情況 在泳池裡面有些特定時間要戴口罩 我的口罩放在哪裡 譬如這樣說 大家都會覺得他有五個情況 游水、洗澡、往返更衣室和泳池 在不同的泳池之間來往 還有在做熱身的時候 都是可以不戴口罩的 我游水游到很累 打算坐在旁邊休息一下 我在哪裏變個口罩出來 對 塞在泳池裡面 都濕了 遲些電話可能會出一些 電話又派口罩派一些防水的 政府打算派一條底褲給大家 他會強制每一個住宅 我派了那條底褲第二輪 你收到了我沒有 我也沒有 我收到了那第二條底褲 不是每人十條嗎 每人兩條 十個那個是之前派過的垃圾手罩 然後那條底褲會每個住宅地址強制兩個 真的 可不可以連同之前那個 如果存在一套可以換其他東西 你想換什麼 換什麼都好 哈哈哈哈 上次我連袋都沒拆過 放在這裡 正的華閃卡 你要不要 為什麼我覺得泳池這個已經不是最好笑呢 因為康文柱今天開了其他設施 籃球場是沒有任何豁免 即是怎樣 戴著口罩 打球 任何 因為你的籃球場有很多用途 無論你是什麼羽毛球排球籃球 他寫了很多活動出來 均需配戴口罩 這些是高強度訓練 職業球員 即是那些高強度訓練 帶那些高伸性還是減弱的口罩 然後拿到練體能那些 職業球員的級數 這麼瘋 職業球員都未必會這樣做 他們很多時候不會在比賽途中做 但他們訓練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會帶你 就像阿曼那樣說 不過他們通常是在職業中 帶著大約跑步 練體能 嘩 政府為了市民的健康著想 真是無出其由 想大家訓練好一點的身體 即是全部跟我們上去西方 香港就留給他們 因為香港運動員都不是 在國際性跟外國人來說 又不夠去看人好 他想全民皆兵 多些人 讓我們香港出去 跟國際級數的人去比 他就要你戴著口罩去做運動 暴斃人數急性 這是你的事情 你身體不好 是你的問題 對不起 所以大家如果這一陣子 打算做運動的時候 都自己注意一下 保重身體 但單車好像是豁免 不用戴口罩 我沒有留意 什麼 單車 踩單車是不用戴口罩 可以豁免的 我記得是 我沒有留意 因為我這幾個星期 就去了踩單車 阿俊找了萬機 但今晚沒回來 你電話 可能在WhatsApp找他 他很忙 今天沒回來 說書 我被人說 十幾分鐘未入正題 想說 阿修羅斯 我們有幾個星期 沒有說阿修羅 你講最新的本 還是什麼 三本都講完 一定是由舊的 開始講起 我會由賭罪講 看天能看上腦 我沒有賭罪講完 阿修羅 我們之前應該說到 他們幾個王在打 道德天尊 也真的被他自己的女兒 爆了他本身的壞事 但道德天尊 當然這個陰家產 也是不會悔改的 他也是打算打倒自己的徒弟 然後臭屎襪 因為他的徒弟臨死之前 都是講一些謊言去騙他 更重要是 怎麼說 講到自己很偉大 好像我們在香港某些高層 哪些高層 好像在政府高層 我以為你說的 你比較公私的 我們可以放下本書 等你講一下本書 那些後話 之後其實也交代了一些如來的事情 那段我覺得不太重要 因為他準備回去跟狂王打多次 之後其實就回到狂王那一段線 之前就因為夜叉出來搞局那段 然後就為了土地適天 希望撈些油水 那之後呢 夜叉和狂王打多一段 即是二十四期 是非常精彩的一期 因為夜叉之後 現在沒什麼人了 那不如大家放下 不用打吧 我們講一下數 因為其實他也是想要利益 那不一定 玉帝才能給我 亞修羅族可不可以給我利益 他打算吃兩家茶禮 那但是呢 狂王就不理他 就是這樣斬了 然後夜叉就說 你冷靜一點 我們停一停 談一談好不好 接著狂王就回答他 好!就叫你所說的 我們繼續打 然後夜叉就被他打到混蛋 這傢伙真是瘋 那被他打到不要不要的時候 他就出他這個鬼王激邊 重創了狂王 接著他打到狂王混蛋之後 他就說了一句 哈哈哈哈 始終都是要倒下 以為你有什麼打不死的怪物 有本事的跟我再來 然後狂王就一下子跳起來 然後夜叉就呆咬了 然後就說 我開玩笑而已 不要這麼認真 不要再來 這格我覺得 很有道中兵團的感覺 我覺得像銀魂多些 因為道中很少平真打 是那些惡搞的感覺 對 然後狂王就繼續跟夜叉不斷打 然後他那些說話就是 譬如他壓制著狂王的時候 他就說 落後 這樣下去真的不是辦法的 不要快點 清醒一點 我從頭到尾都只是想要好處 這樣吧 我現在放開你 你保證不會斬我 好不好 然後狂王就回答他 我現在非常清醒 除了戰鬥之後 我什麼都不想 你放開我 我保證 我會馬上斬夠你 那種 大家對不到壞的那種歡樂 很重 夜叉這個角色就變得非常搞笑 一個很有理智的人 和一個精神病人在聊天 他應該是說羅喉 他是很清醒的 因為在他什麼無我境界 那段不是 沒有無我境界 但他已經是 那個意識只是打鬥而已 不是他清醒的 但是他那個戰鬥力很強 他沒有想過要跟任何妥協去談話 他只是想打而已 基本上心態和精神病沒有分別 一個很理智的人 打算用理性和精神病的人講話 是沒有意義的 這件事是 然後帝昔天也都在夜叉壓制著狂王的時候 就用這個天珠陣 就是幾個神一起谷法力 然後就黃天擊殺 就是得罪國師就不太容易走開了 黃天擊殺 就連夜叉一起轟下去 夜叉為了保住這條命 就放開了狂王 所以狂王就把攻擊目標轉移到帝昔天 之後其實他打了帝昔天 帝昔天都不夠他打的 帝昔天就在手下的那個掩護下就撤退了 帝昔天在撤退的時候 他還在哭 覺得自己這個是一個屈辱 因為本身帝昔天是覺得 他是一個猿人來的 如果是的 我應該是要為了我天兵天將 我要戰死在沙場 我要站在最前線身先時尺 哪怕是戰死都好 這個才是我的責任 但是他的手下跟他說 其實你身為天帝 你保住條命去指揮 穩住整個天氣 才是你的責任 戰鬥的應該是交給我們前線去做的 這件事也讓帝昔天覺得自己有點受到屈辱 所以他有點悔恨 然後就哭了 這個位置我覺得 有一點點奇怪 又不是不行的 但是 怎麼說呢 譬如如果他是被狂王打到暈了 被那些小子救走 我覺得那種感覺 大家都會明白帝昔天是會黑化的 因為要承接西游的故事 他要黑化 如果他是被人打暈了 所以他處理不了之後的事 醒來的時候一切以成定局 那他那種悔恨 對力量的追求 然後黑化的理據好像是充足一點 那他現在 我覺得差了一點 好像他還有一種感覺 這個是他自己的選擇 之後他的悔恨好像是差了一點的 我覺得 我也覺得 如果他寫到暈了之後 醒來之後才知道這件事 然後去哭 會合情合理一點 現在這樣一直被人拖走 他好像不停地自圓其說 然後去說服自己 我其實 我都不是完全 我覺得是給藉口自己 感覺上是 有沒有今期 有 有 不是這本嗎 不是的 兩本都23 不知道今期放在哪裡 我想說回 阿Sunny剛才說的 天帝用那個天珠陣 對付羅侯和夜叉的時候 夜叉那個 那個 夜叉和羅侯都會打碎 因為夜叉是壓住羅侯在地上的 對 天帝我已經為你做到這個程度 你環繞我表忠 我完全徹底忠於天界 請你聯繫我這個中心的暴人 因為其實他想走 因為他不想死 但天帝就說 你的犧牲天界不會忘記 日後夜叉鬼 續的地位全看你今天表現 然後阿羅就說 日後 講日後 你要我犧牲 表了忠環繞食屎 咦?我連命都沒有 夜叉做的事關我鬼事 這些完全是 表了忠環繞食屎 對啦 好像現在 所以今天有個傢伙 沒有了我立法會議席 表了忠環繞食屎 是的 八婆 是的 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些位置都是和仔 表達自己的想法的位置 去到最新的劇情 分了兩條線 第一條線 就是交代 死了那個是什麼王 不是冤王 不是斬王 剩下那個是什麼王 第一個出現那個 人妖那個 人妖就是和殺心打 虎王婆子 虎王 虎王和殺心那場 因為虎王變成金剛戰體 打贏了他 然後殺心就跟他說 這段是食神 出口技 是啊 其實你沒有贏 為什麼 因為不漂亮 蛤 養衰沒有罪 有 他就說你為了打贏我 你連自己堅持的美感都放棄了 所以虎王也說他以後不會再用這個 我忘記了是不是 這個墊體 這個模式 對 不會再用大猩猩模式 這樣 這段小小叫做收尾 我是反而暫時打天神 這段 幾個戰役裏面最喜歡的是這段 對 一來畫面也很漂亮 很有意境 不是好像 你想著落後 其實那些畫面 雖然說得很厲害 什麼天主神 又好像 那個天主神其實很帥 很帥 還有他 他除了天 就是天帝之外 旁邊那些 那些 那些天王 全部被他感覺到二打六 那樣的 一點都不覺得他厲害 但是落後 你看到是最厲害的那個 你批一批二打六 他跟他打 如果你加幾個 可能是阿薩森 或者加幾個我們熟悉的 厲害的 打這場才有好看 現在變成落後 一個這麼大的主角 又去到一個 他那個實力 去到頂峰的位置 同一班 感覺上 真的不厲害的人 打 整個戰役就好像 浪費了 不知道做過什麼 不是 應該說他 其實阿和 分開了幾條主線 你看到阿薩森 對著阿婆子 另外阿薩森 對另一個 其實還有多少個 叫做厲害的神章 可以用 所以他就浪費了 因為沒辦法 他的奇數限定了那麼多 所以他要趕 其實我也覺得 那你可以把勁的集中 一起打落後 你為什麼要把勁的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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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找其他人去打 從來都不是重點 我又覺得這樣說 反而在原作西游 不要說原作 主線西游 正轉西游裡面 其實那三個王是Kenefe 所以在這套 阿修羅的外傳裡面 反而我覺得 應該要給一些氣氛 去寫他們 如果你寫他們 打混蛋 就反而 表現不到 反而 給殺心 給三眼 他們去打 這個等級的人 你才會覺得 他們有一個 力量 有一個層次 有一個地位 但是你這樣就會浪費了阿修羅的戰役 因為重點反而 其實不是他把那些人安排出去 而是本身在西游裡勁的天神實在太少 是 你也可以這麼說 我想一下我們以前看西游記的時候 當然打的主要都是悟空他們 但是 觀音和如來如果要出來幫忙的話 是去到很難大學才會出來幫拖的 基本上他們是不會下來的 離親幫拖不是土地 月老 就是不知不知跑掉狗下來的 那些天神 是那些神 通常都是來做一些夠大件事的 對 不知哪個神下來 變一隻雞 然後去射射尿 那些 但是 就是會反而 沒有了這個level的人 要不就是三眼殺心 和如來 要不就是契弟 中間那一層斷了 其實是寫了十三神像出來的 所以三眼就是十三神像唯一的跑出那個 但是十三神像飆不起來 我覺得這個位置是有點浪費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可以 你可以照樣打 那些 比較厲害的神 但是 在安排上 你可以有不同的時間聚 他幾個神打完之後 可以再幫忙打落後 但現在問題就是落後那段非常不好看 連廣道最厲害的大陣 也是一個 都是這樣 一道金光砍下來 那幹什麼鬼的 大哥 其實和仔可能都覺得 有這個問題的存在 所以他才會寫夜叉這個角色 夜叉就是一個比較有份量的人 去頂著落後 問題是夜叉也是個新角色 我們其實感覺不到很多方面 夜叉可能也是你所說的 但是他出來的感覺就是 他是賺得好處的 他不會認真跟你打的 他也是鬧鬧鬧的 你看不到他跟椰察之間有多麼認真 一個不想打 一個就在那裡打 你的感覺就是 我在那裡打到所謂的正派的主角出來跟他打 但正派那班也是流羅級的 被人覺得整段戰役是非常不好看 加上他的陣那麼強勁的陣在那裡 出來 落後什麼損傷都沒有 因為他有無我之境 我寧願你告訴我 我鬥了重傷 但無我之境會很快回復 我也知道陣對你來說是有影響 現在好像你說的陣那麼強勁 但落後就說 一點影響都沒有 然後我又可以無我之境 更強勁就跟他打 那陣有什麼意義呢 我其實都不喜歡無我之境這個超快速的療傷復原的能力 你不如說你無我之境就是你頂得住那個傷 但你還有一些傷口在那裡 但你可以繼續打 那是一個意志力的問題 他突然說是透支來的 但因為你的畫面完全看不到那個 那個豬天陣 天豬 天豬陣 對落後有什麼傷害 你好像他是完全完整無缺地走出來的 一點傷害都沒有 那種感覺呢 就是這本叫阿修羅 當然主角就是阿羅侯那些 那個感覺就好像他強勁有個叫做主角光環在那裡 整件事好像 就是很明顯你會知道他是會贏的 但是 好像很多事情都很順探 但是這個就奇怪 因為說真的 如果你們因為這樣的緣故 你寫到他這樣 是有問題的 因為你看到後期 就算我拿殺心觀音的那段 大家一直看 西游記都知道 殺心觀音是不可能死的 因為他後面有故事的 我們可以看下去 他一定要生存 但是你看到他是被人打到躺在那裡 關於這個位置 今天 尤貓在他自己的Facebook 也出了一個Post 說他對於今期西游的一些感想 阿修羅的感想 他覺得在今期的畫面上 他覺得殺心可能是會死的 因為和仔在阿修羅很早期交代過 其實神是會死的 但是他們會以同一個人的身份重新 從小時候開始再長大 所以我們看到他們出來的時候 現在這個都是比我們在西游看到的時候 他們年輕很多 所以你說到他們可不可以在這場大戰死多一次 然後再復活 然後成長到我們西游看到他們 那個狀態是可以的 所以有貓就很期待會見到靜泰版的如來和殺心 那他就很猛 那是因為他想要他慾望而已 不關於桥段的事 那他是可以死的 以情節來說他也是可以死的 但是現在就告訴他他沒有死 那就是說我告訴他 你就算要一個人不死 因為他不可以死的緣故 但是不代表他一定要去到無敵 一定是主角光環才可以令他不死的 就是既然殺心可以做到落後 為什麼做不到呢 就是這件事就是 你反而 我很失望 這樣變成是 我期待落後是 喂 現在好像是從 一邊寫下去 他很多場戰役 其實都只是覺得他 好像很順利不成的無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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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怎樣跌過來 之後又怎樣 沒得起的 一邊去一邊升的 這樣好像爆的 我覺得這件事不好看 他可以被人打破之後 他又不知道怎樣可以再打破自己 不敗戰神 即是黏油 你要不敗戰神 黏油都是因為他不打才可以拿這個盒子 救住那個 救住那個 沒有輸過 但你不敗戰神 他說的那種不敗戰神是他不會服輸 他會不斷嘗試 直到他真的支持不住那一刻 但是落後 不是做不到 但是因為他沒有 沒有一個表面的傷勢 其實差很遠 這段很失望 去到一個 你說到 陣有這麼厲害 之前有些時間才可以佈置到陣 又要特地找人拖時間 去壓時間去佈置陣 最後你只會說 是這樣的 你我的毛也不能剔掉 明明大家不用太監望天擊殺 清成派都只會把口 只是這樣的意思 還有這幾期的 阿修羅封面也是很漂亮 其實應該這麼說 我記得有一段時間 有些人說 阿修羅封面是很普通 沒有底色 很斜 但是之後 你會看到阿修羅封面 已經完全是另外一件東西 是漂亮到 每一張來的 我都覺得很頂級 但是這麼說 我覺得這幾期的封面 太過 單調地是用火 23、24、25、26期 都是火 我忘記了22期是否 22期好像都是 沒錯都是這種 但是它是一些令牌 就是符咒 但是都是黃色 橙黃色那種感覺 因為這幾期都是這樣 我覺得有點單調 到底是否狂門就一定要趁火呢 這可以是和仔本人的一個想法 但是我自己出來 就覺得有點單調 比起上來 其實 阿修羅頭七、八期的封面 我覺得它每一個都很有特色 還有那時候 阿傑多試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他差不多每一期都會換一種新的做法 例如有一期是拍著阿修羅的背部 那個慢字 然後那些人就說 好像鬼滅之刃 死了 忘記了那個主角叫什麼名字 炭治郎 炭治郎的那個樣子 那一個是用了一種新的落物的方法 自己在看的話 然後 虎王出了黑龍波 那隻手 變了黑龍波 那一個又是很帥的 那個封面 我覺得那時候 阿傑多好像會再試一些東西 這些當然不是說質素差 但是反而試小新的東西 我自己看上去的新鮮感就低一點 有聽眾說 阿和仔的封面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要貫徹王道金 所以這樣 有聽眾說回剛才那個無惡之景 說覺得可以把無惡之景表達得最誇張一點 這個我認同 我覺得現在很平淡 即是如果你是說不知 有條條去到好像 好像 我們看龍珠一樣 悟空 被人拔了條尾 變大猩猩 瘋了 我覺得這樣就會好看一點 現在好像沒有 我純粹是戰鬥機 但又不覺得他特別兇殘 即是如果你入了無惡之景之後 他的打鬥突然變得兇殘 我純粹都會撕開你個人的天神 我覺得這件事就會像 看到那個轉變 現在沒有什麼分別 跟他之前打鬥 感覺上好像冷靜了 只不過你不能認人 我覺得有些浪費了這件事 我覺得今期因為他叫做血洗天神 血洗眾神 跟當日羅侯剛剛接受 阿修羅族的考試的時候一樣 我以為他可能會有幾頁 是說他屠殺那些垃圾 阿修羅族的一開始就已經死了 他這段反而不夠考試來這麼震撼 但考試也是沒有的 因為考試的時候 剛剛拿著那兩把刀 很快會撕走那些混蛋 一刀就撕死了 全部在中間撕開了 但畫面的表達是震撼的 震撼的 但這期就差很遠 因為他一個鏡頭的人去到的時候 羅侯已經殺了那些人 那我覺得差了一點 說真的 羅侯的實力 就算不是摩之景 那群二打鬥都死定了 有什麼分別 那你就彰顯不到 羅侯之景有多特別 又說到要很厲害 除了跟羅侯之景簡單來說 如果是他的水準 就等於老人千萬認不認得人這樣解釋 有什麼關係 一件事只不過是認得人 老人不知道 有聽眾就說 阿修羅最厲害的應該是萬骨 因為他只剩下頭也能捱到那麼多奇 自護好的東西 這句話我想在龍虎門 那待會回來 休息一會 就算是說龍虎門 滿足一下Aman 第二節回來繼續和大家說 Bong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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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